是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 Olivia第一次认识Santiago 那Olivia会说什么 Hola Me llamo Olivia 我叫Olivia Y tu como te llamas 是否Olivia问的 你叫啥呢 Santiago就会这么说 Hola Me llamo Santiago 然后这时候Olivia就会说什么 很高兴认识你 是不是 那也就是说 那也就是说 Olivia说 初次会面 认识人家 很高兴 是不是就相当于英语当中的 Nice to meet you 那么我问大家 Olivia要说出来 很高兴认识你 她是要用 Engan dado 还是要用 Engan da 那大家想想 这话是Olivia说的 那Olivia说 很高兴认识Santiago 是Olivia高兴 还是Santiago高兴 正常人的逻辑 是不是咱们都会认为 应该是Olivia高兴 对不对 那么Olivia 她又是一女的 所以你要用的是谁 Engan dado 那如果换一种场景 说是Santiago说 我很高兴认识你 那么Santiago就会说什么 他是男的 对不 Engan dado 所以大家今天形容词 这个变化 你先作为了解 在这个词身上 你可以简单的 给他认为什么 男的说很高兴认识你 是Engan dado 女的说很高兴认识你 就得是Engan dado 没有问题 那么咱们西语当中 它有一个特点 是非常机会重复 比如说Olivia说完 Engan dado Santiago说Engan dado 还合适吗 用这个词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为了避免重复 会用另外一个词 一会儿也会出现 叫做Mucho gusto Mucho gusto 那大家要注意 Mucho gusto 它也是什么意思 很高兴认识你的意思 那么这个Gusto 与Engan dado Engan dado 不同的在于哪 Gusto 它是一个名词 阳性单数的名词 那这个Mucho 它是一个啥意思 是不是相当于 英语当中的Much 多多的 它是一个形容词 是很高兴 很荣幸 这样的意思 那么Olivia说完 Engan dado 这时候Santiago 就应该说什么呢 Mucho gusto 不是说 他用Engan dado 不对 而是说不好 是为了保持词汇的丰富 避免重复 选择另外一个 那我问大家一句 那如果Olivia说 很高兴认识你 用这一组 他需要把Gusto 变成Gusta吗 记住绝对不用 为什么 Gusto 它就是一个名词 在这个词诞生的时候 老天爷已经把他的词性定好了 Io结尾就是什么性的 就是阳性的 明白 所以Mucho gusto 它永远只能是Mucho gusto 那么Engan dado 它才有变化 女的说是Engan dado 好 没有问题 咱们继续 二 看下的这个单词 D D这个词 词性是什么 然后这个标法 是不是也跟英语一样 咱们管这类词叫做什么 借词 借词 然后像D这个借词 更像汉语偏音 嘚嘚 那这个D 这个借词应该怎么用呢 那像这个词是你们在学习西语过程当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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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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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需要什么? 来吧 有东西 有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